OK好我们过来 好那我们先等一等 其他的朋友进来吧 OK来我们看到有朋友进来 哈喽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星期四的重点单元 城市生活家 那今天呢 我们是要以一个非常轻松的形式 来主持 因为今天呢 我们要让大家体验一下 就是让大家更加了解 关于手作的这个行业的 对其实现在我发现到疫情之下 很多人其实已经知道 什么是线上教学了 因为我认为说 可能有一些小学中学 都已经线上教学 所以大家对线上教学是不陌生的 但是你有想过 其实手作是可以有这个线上课程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会来仔细谈一谈 今天我们有请的嘉宾 就是Paul 陈泽轩 他是Crafa的创办人 Paul 可以和我们脸说的朋友 先打一声招呼 嗨 各位观众大家早好 我是Crafa的CEO 也是创办人 然后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也想要让现在这个社会氛围 添加多一点点轻松的东西了 对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好像蛮严重嘛 过去两天都是五位数 一万一千多宗 然后呢 我们希望说可以有这个手作的温度 来让大家就是可以感受到一丝丝的暖意的 不然人家心很冷啊 而且觉得很难过看到那个数字对吧 真的 除了呆在家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一定要留守今天的这个重点单元和你聊一聊 除了呆在家以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增值自己 好 早安大家今天聊什么 今天聊手作课程哦 对 因为我们主要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城市生活家的这个主题 就是做手作课程 主要就是因为想让大家趁着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乖乖待在家 不要到处乱跑 然后如果觉得在家好无聊的话 其实就可以报名这个手作课程来学一些 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对我来说 嗯 好 其实我也是觉得卡夫拉的模式还蛮特别的 因为他们不是现在才转型 他们是一开始就已经走线上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了 所以等一下节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这里先准备一下 我们还有50秒的时间 好的 如果刚亲爱的朋友们都可以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帮我们的这个直播点个赞 今天会讨论的东西 就是说在家如何体验手作课程啊 让你今天比较chill一点的星期四 好 那我们这里先准备一下电台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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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 直接是过万了 那看来其实很多人的心理压力 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是非常高昂的 就是整个社会的气压都好像不太好 因为很多人都面对一些经济的问题 又或者是说 现在整个社会的 那个氛围处于非常低气压的情况底下 那既然现在疫情 其实让人们待在家的时间变多了 因为我们必须要居家 居家防疫嘛 那现在其实待在家 除了工作以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大家其实知道 我现在线上课程是很普遍的 就是一些小型的线上课程 大学中学线上课程都很普遍 但是你有想过吗 其实首座也出现了线上课程 没有错 其实我知道说 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 这个疫情是带来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但是相对的 如果你往一个好的方面想的话 其实这个疫情也让我们 发展了很多的可能性的 像比如说我们之前 也不太会去想说小孩子上网课是什么样子 那现在他们确确实实的在家上网课了 或者说以前我们觉得说 手座课程应该就是要面对面 老师手把手的教 我们也不会想说他会以线上的形式进行 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实实也看到说 这个手座课程也是可以通过网上去进行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了要让大家更加体验 更加了解 这个手座课程怎么样去在这个线上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个特别嘉宾 但是在我们请他出来之前 我们来正式进入我们的城市生活家 是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就是 CraftLA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 Paul Chan 传哲宣 Paul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嗨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东西 有创意的东西 尤其在这个疫情时候我相信 大家都在家闷死了 可能都会不会做 对其实我们看到说 现在疫情很像Paul说的嘛 持续了那么久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非常的低气呀 那其实CraftLA它是一个线上手座平台 在介绍这个平台之前 其实Paul他是在2019年创办了CraftLA 2019年其实还没有疫情的打击 那在那个时候啊 把这个手座课程直接搬上线上 其实也算是一个无心插流柳成荫的一个收获 那Paul其实在当时你把手座课程搬去线上 是不是你意料以外的收获呢 其实对因为很多人是看到 其实我们CraftLA是在进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也是持续扩张 变得跟大更多认识我们 但很多人以为我们其实在疫情时候开始我们的企业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在疫情前一两年就开始了我们这个平台 其实也有很多人说这样你那时候可以意识到其实这个疫情 其实我没那么厉害 我其实我是看到外 其实我一直也相信未来的整个课程的教育 整个线上课程将会是一个很新的时代都以不同方式线上方式去学习 但是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其实其实是蛮辛苦的 是因为要去教育很多市场上的 那时候讲着你跟人家收信上课程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这样的 他不可能只是知道FBI Live 所以变得我算是可能比较幸运 然后可能也是比较早开始的这个一步吧 所以我在疫情前一年就已经筹备好了这个新加课程 甚至是去把整个这样更加的优化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当疫情的时候 其实全部人在生意要转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整个企业是已经ready了 是准备要去打仗应对这场疫情的战争 但其实我想问一下Paul 其实刚刚你们在推出这个线上课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的参赛参与者的那些反应怎么样 然后是大概多久了才真的是让大家知识到 这个线上课程其实手作课程在线上其实真的是可行的 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推出的前三个月其实是蛮痛苦的 只是因为前三个月那时候我们来尝试这个生意生意的时候其实我们 我们相信它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可能在这些上面可能是比外国慢了五到十年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前三个月只是差不多卖近一百个学生 所以平均每个三十个学生 那时候其实我们团队也是相信未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很坚持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教育 甚至给大家去try一些preview的课程 甚至用电话举程都客户打来问什么是这样的课程 我们逐步逐步跟他们去解释 这个是怎样怎样怎样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precorder的课程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坚持 其实那时候在疫情前几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平均每个月都差不多接近百多位学生报名 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现在我们的平均其实成长快接近十倍 我们现在平均每个月都差不多一千多位学生以上的报名 所以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坚持吧 可能如果那时候我选择放弃跟选择的说 可能为什么那时候看起来很难的一个市场 可能是一个蓝海市场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去进去的话 但是可能今天我就没这样子的一个收获了 其实我蛮认同的 因为说其实在那个时候 当大家看不到这个商机的时候 但是Paul却看到了 在那个时候选择逆风而行 其实刚刚创业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一些挫折的 那到底其实为什么 我有那个想法 会想要把线下的手作课程搬去线上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普遍对于手作课程的概念就是 我一定要就是和导致约时间 和一般朋友一起 对对 能够够人去开班 都是比较线下的方式来进行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想要把手作课程搬去线上呢 可能这个就要分享要Crafa开始的初衷 其实我们Crafa这平台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帮助马来西亚有才华的创作者 甚至是手作艺术家 因为我们发觉到其实马来西亚 这些创作者的艺术家其实他们是很可以说没有平台 甚至是不多机会 可能很多人听到创作者之前可能他们是会饿着 可能是赚不到钱的 但是其实我认识很多台湾的朋友 其实他们在台湾手作者 在台湾其实他们是很被欢迎 真的是他们在那边的身份都算是不错 而且收入也算是不错 大家都很出镜他们 所以当我们在开始的Crafa之间的时候 我们看见马来西亚没有这样子一个人应该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开始了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做现账的时候 我们是开始为e-commerce就是卖产品的 当然我们卖产品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反应是很不错 但是当我们卖的越大越多客户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期方法可以帮到艺术家 因为可能有些艺术家可能 因为我们毕竟不像是Aiwaba或淘宝 是那种工厂可以max brush的 我们今天手作一天只可以做三个 所以我们平台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demand more than supply 所以可能客户订了要圣诞节礼物 但是可能艺术家手作变化赶上进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团队就回来 我们跟founder就讲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 因为我们的初心没变 我们初心就是要提供更多机会帮助这些艺术家 帮助方式可能很多种 卖产品或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其实这艺术家其实看到很多我们的客户 反应是他们不只想买产品 他们想学这个手作课程 然后接到时候我们就想 why not我们try办一场线下的 我们就办了大概一场 我记得说 我办第一场线下课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期一开始目标 其实是十位学生报名 但是很感恩那时候 超出我们手术就讲 短短的两三年就超过十位学生报名 我们的课程爆满 那时候我们团队当然是很高兴 但是当我们正式去run整个的线下课程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很大很大的问题 跟很多的拦阻 就是第一 很多我们的学生用平台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KL吧 我们是整个甚至到外国 然后他们很多人说 你们课程是不是 有没有机会来到沙巴 或者来到槟城来开课 所以变成第一个 我们看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就是地点的问题 然后第二就是老师问题 因为老师其实自己也是很多东西要忙 变成我们跟老师一瞧时间的时候 在做课程的时候 就很像是做一个event这样子 老师去配合的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老师时间是瞧不到 第三就是当我们那天正式在校五 在这个地方run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学生人数超过十位上 其实整个课程的quality 是drop的 是因为老师没有办法去呵护 照顾到这样多人 甚至是教会每一个人 跟老师可能 那时候可能会手忙脚乱 所以虽然是讲第一场的成绩算是不错 但是我们回来去 我们就跟我团队讨论说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帮助这个艺术家 所以我们就今天的想法 我们这个线上平台正式的推出 所以那时候我们把这个 还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坚持做线下 我们说我们要做线上 我们要做未来的东西 我们要把这个 可能别人在线下做不到的这些东西 我们搬去线上 想到线上有所做的体验 我们能可以做到 所以that's why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Craft线上课程平台 在疫情的前一两年开始 对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要办一个课程 就是我知道说CraftLar 像刚刚Paul就讲的 CraftLar就是这个平台 是累积了很多的艺术家 他们来这边开班授课 但其实我们是想问一下说 因为社会的刻板印象就是讲说 其实一般上做艺术 都是很难赚钱的 那我是想问一下Paul讲说 这个平台是不是能够改善 这种刻板印象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平台的初衷 我们就是要让那些有才华 有艺术家的人 专注去做他们的艺术 但是我们提供平台机会 帮助我们让他们 不只是在追求自己 所喜欢的东西当然 他们也可以赚到钱 也甚至可以生活 所以变得这个是我们想要 帮助这些创作者的 一个机会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叫CraftLar 所以就是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无心中 除了赚钱企业之外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社会 价值给他们 去帮到这一般 可能是不太被大家 重视的族群 其实听起来就是说 以现在科技的新科技 来帮助本地的这些 手作艺术家 来达成一个双赢的模式 那Paul你可以帮 大概我们解释一下 CraftLar的平台是怎么样 和这些手作艺术家 来合作的吗 怎么样达到双赢 有互惠互助的这个方式 对对对 我们合作方式 就是我们只要老师 只要全力把他们 喜欢的东西做好 跟教课就可以了 我们团队帮他制作影片 拍摄 marketing 生意管理 business等等的 因为我们认识很多艺术家 我们知道艺术家 很多是 不会可能在生意 或者是不大厉害 在marketing 或者是可能很多 艺术家都是一个 company 甚至可能他们会的 他们也没有时间去管理 因为他们实验很多 可能是constraint 变在做他们所喜欢做的东西的艺术上 所以变得我们跟医生老师说 你们把你的part做了专业 我们剩下的我们帮你做完 推广客户拍摄 所以变得我们就变成这个平台提供 这个互惠亡师去帮助老师去扩张 然后当客人推出过后 我们都会互相去卖 然后只要课程是老师那边来 自己卖到了 他们就抽到比较多的用金 然后我们平台卖的 他也是可以抽到 可能的用金是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双银的模式 变得我们帮他制作完全的东西 老师只要专心把他喜欢的东西 做好就可以了 那其实以这个方式说 其实现在我们本地的艺术家 可能真的好像Paul说的 在国外其实很多人都会 很羡慌手作这一部分 但是本地其实对于手作艺术家的 关注不是那么大的 那现在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线上手作课程的平台 感觉的确是可以帮助到艺术家 那到底线上手作课程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回来和你继续聊 OK 我们回到了这个FB Live的部分 对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线上 Hello大家早上好 还有人跟Paul打声招呼 Sam Chua讲说 Hi Paul早上好 这样子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Paul 在你们ProvLA的平台上面 主要的那些课程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你们大概比较多是在Focus 哪一个领域 对 其实在疫情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Focus的肯定是手作 就是比如像手写啊 画画啊 编织啊 然后还有等等的不同的 你想到的手作 手作跟插花等等 但是我看到其实在疫情后 其实我们不只是把平台限制 自己在手作 我们要扩展到就是属于一个创意课程 只要今天学校不教课 我们平台教跟提供给你们 所以变成我们其实在疫情后 其实收到很多的反馈 从我们的客户跟学生就想 我们也想学烹饪啊 尤其是在这个是MCO期间 他们想学烹饪煮菜等等 所以我们在上今年头的时候 其实慢慢推出这些课程 甚至是加入唱歌跳舞的课程 反应都很不错 所以变成未来我们成为 一个一战司 是一个创意 只要你今天在线下找不到课程 在我们这里就可以找到 未来可能我们来推出一些特别人 例如讲叫你怎样整理房间 叫你怎样收纳好你的房间 这些课程都会推出 在我们平台很有趣的课程 都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好像说疫情前跟疫情后 到底课程上 你们会以怎么样的方式 来吸引更多的人来上课 其实这个我觉得 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 也可以提一提 其实好像刚刚Paul提到的 就算整理房间 也可以成为是一个课程 其实还蛮新鲜的 我觉得 对对对 因为现在待在家 时间比较多 大家都要把家里布置的美美 以前可能家里就拿来睡觉 现在家里是拿来 拿来生活上班 全部就是被自己全部 现在 真的 其实说到这个线上 首作课程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知道它是怎么样进行的 其实这个CraftLar 他们是网站 这样子的是吗 所以就是说 你注册一个会员 你就可以进去里面 享有这些课程 Paul可以简单的 和我们的听众们 说一说整个方式吗 对对对 其实我们要来 我们也要学习很简单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 不会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跟老师交流 提问 或者是认识其他学生 都可以 随便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完善的一个学习平台 而且我们平台 现在也是 支援不同的字幕 不同语言 下个月推出是 可能这个课程有 双重语言 就可以有英文 华语 马来文的字幕 跟wise over 什么都有 其实Claver的课程 最远有去到什么国家呢 其实我们客户群很大 因为其实上课程 一开始就是 不会被地方限制 所以上一年 我们透过我们数据看到 其实我们有 大概9个percent的客户 是来自外国 新加坡 菲律宾 台湾 甚至香港 等等的国家 然后这些都是 透过可能朋友介绍 或者是透过SEO 或者是Google search 找到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我们也是 蛮多一些外国客户 我们未来两年之内 将会持续的去发展 扩张到整个东南亚 稍微一些 最大的新商专家的平台 所以我们慢慢 在逐步在落脚 在不同的外国的市场里面 那其实 其实整个 你们在发展 整个Claver的时候 像比如说 因为你们 你们是想说 你们会有不同的语言 对不对 然后你们会被担心 其实你们主要的客户群 还是在华人 还是其实你们 是都OK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start with 华人的课程 但是现在未来 我们现在课程 是可以handle整个市场 整个国际的市场 因为我们 打破了这个语言的 这个barrier 就是我们每个课程 其实都是有三种语言的选择 甚至是三种不同的字幕 所以我觉得 在语言上 其实是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然后我们的课程 也会看 可能这个课程 性质是英文 但是我们也会找 可能华语的 去transit掉 所以变成 其实我们变成是一个 一站视频 就是任何语言的人 任何客户 都可以在里面去学习 了解 其实我觉得 现在这个疫情时候 待在家 有时候真的是会太煎熬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你哪里都不能去 加上其实现在封锁 也非常的严重 堂食也没有办法 你出去买东西 也需要非常快速 这样子 那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些 多余的时间 抽出一些时间来 学习 增值自己 因为其实 CraftLA 主打的 那个主 主旨 目的就是让 每个学员 增值自己 对吧 所以 对对 确实有非常 不同种类的课程 让你去学习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待会儿 我们也会在 第二个部分聊 那现在正在观看 这个直播的朋友们 也可以帮我们 分享出去 也记得给这个直播 一个赞 那如果你对于CraftLA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到他们的脸书 去搜索他们的这个 脸书专页 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手作课程 也是可以在留言底下 告诉我们 那待会儿我们就可以 请Paul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我们还有多久时间 其实 我们这里还有 一分钟 对 好 还一分钟的时间 那所以大吉士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还有什么东西 想要问的话呢 想问Paul 或者是想问Craft 关于CraftLA的问题 直到都可以在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YouTube的留言板那一边 去留言 那等一下在下一节 我们FB Live的这个时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一一的让Paul来 为大家解答咯 其实我有一个好奇点 就是现在疫情底下 什么课程是最多人报名的 其实我们这边数据看 上一年其实我们编制 蛮出名 那这段时间其实是 做肥皂香薰蜡烛 跟做那种 在居家可以用东西 跟手写 这段时间真的是很出名 在我们平台 然后还有做蛋糕 对 做蛋糕课程是我们刚顺利处的 都很喜欢 都很多 就这些居家课程 可能在家做个 做个蜡烛放在你房间 很多人就是很想要学 这样子的课程 我觉得就是那个幸福感 直接就是提高了 对对对 你自己做这些蜡烛放在你房间 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不错 对 那我觉得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在第二部分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们这里先准备一下 进入电台的部分 那在上一个上一段 我们就有聊到说 CraftLar的创办人 也就是Paul 他就有我们提到说 CraftLar的整个商业模式 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就是说 很多的艺术家和CraftLar的平台 一起合作 来打造这个线上的手作平台 那线上的手作平台 到底是怎么样呢 因为其实相比起实体教学 由于线上课程 它不是面对面教学 可能有一些人不了解 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 比较担心说 沟通上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因为不是像普通的老师 在线下和你课程 一对一教学 那CraftLar其实会怎么样 去解决这一项障碍呢 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线上教学模式 是怎么样的 可以可以 其实这个东西 很多一开始学生上课的时候 就会遇到的一个 常会问的问题 因为但是我们 还好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 其实我们在技术方面 就是用透过科技方式去减少 当然我会说 其实跟现在比起来 肯定没有到线下那种 的体验 但是比起现在 他们其实有更多好处 是因为第一下课程 很多学生其实学习 像我过后 像我就是一种人 我今天现在上课过后 可能听完老师讲课 出了门剩下58千 上个车 开个车 剩下38千 回到家冲个凉 剩下10千 吃个瓦腔 剩下58千了 这个是我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可能很快忘记东西了 所以变成在线下课程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不断的重复学习 今天可能你学了 你忘记了 这个课程永远在你的帐篷里面 你可以回来复习 然后跟老师交流肯定也有事 因为我们在我们平台上 做了一个很完善的 一个chatting system 就好像Facebook的 聊天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很多人 你的任何问题 可以在里面跟老师交流 老师也很乐意去回答这些学生 其实老师都是一个 我觉得做艺术家老师 其实都很希望自己 可以把他的技术传承下去 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使命 把他无论花多少时间 都要把他会的东西交给人 而且他没很高兴 今天他成功教会你 你是他的徒弟 或者是什么 他没人能够有自己的感 所以老师也很鼓励 学生在里面交流 然后甚至是未来 我们会推出 不只是老师跟学生的交流 而是我们会推出 一个叫classroom的东西 classroom就是让学生 可以在里面认识 同样兴趣的 例如讲今天 我喜欢插花的 我认识到一个 同样是喜欢插花 我们同样的兴趣 就可以交朋友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底下 其实我们要认识新朋友 真的是很兴趣 我们没办法出门 像以前这样子 我们可能认识在线上 线上也难聊很多 是因为可能 大家没有同样的兴趣 通过线上课程这个平台 可能你有同样兴趣 可能你们都喜欢插花 我相信你们 也聊不完的话题 所以变成我们就是想 我们的技术团队 在往这一块去发展 所以真的是 把整个学习体验 提升到另一个level 让大家在线上的时候 可以更加有趣的好玩 真的是可以做为 一个交朋友的地方 但是我们讲的是 整个线上课程 它到底会怎么样去进行呢 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概念说 你要怎么样去 再进入网站 然后做会员 然后才是以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学习吗 还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学习呢 对 现在我们课程全部都是一路好 以观看好 但是我们这些拍摄 都是有不同的镜头 支柱 甚至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已经是透过一个很完整的东西 确保学生可以学会的 所以在学当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了解到 甚至可能讲 今天我看的东西 我不是明白 我可以放慢 选择放慢去学习 看更清楚 或者是重复 repeat都可以 或者是你可能觉得 一老师 一老师不只在课程里面 他会分享很多 自己自身的很多年的经验 甚至可能他 可能有些人要用十年 还可以发现到的东西 他会分享自身的经验 所以不只是教会做一个手作 而是给你知道这个东西的 fundament的knowledge 跟A到Z的一个东西 让你不只是学会一个东西 而是学会整个知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的课程不一样 而且最重要是你可以认识 那些人都可以学习 这是更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刚刚Paul讲的 Craft就是以一个影片的方式 在进行 其实像你们那边 会不会担心讲说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说 线上他可能是透过网上 可能透过影片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讲说 他少了那一个人与人之间 互动的那种温度 你们会不会担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一直在我们都会担心的地方 但是我们团队整个会透过科技的方式 让整个interaction提升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些担心是在疫情前 疫情的前一年发生 但现在证明了我们所担心的东西是发生 现在就算任何活动 都没有办法在先到交流 所以变得我们也是尽量透过 我们的Craft法这个平台的 整个tag的地方 去加强 当大家可以在整个互动上面 更加的提升 更加的完善 嗯是 想问就是 是怎么说 realtime的吗 就是如果你 如果我想要上这个课程 那我观看了影片过后 我有任何的问题 我是可以直接在那个网站上面发问 然后老师就会回答吗 还是怎么样的呢 对 你可以在上面留言发问 但是老师通常都会在release 二十小时里面 或者是甚至一到小时 看老师 那个时间 如果你半夜问话 老师肯定是在睡觉吧 而且看到GoHop就会 回复这样子东西 所以basically是一个这样子 但说话 目前在影片 我们的课程里面都 已经涵盖完全不过的问题 所以最多也是学生 可能老师问的都是 extra的问题 一些可能外交流的 老师啊 这个课外话题 可以问你一下 我们老师都很乐意 跟去回答 去帮助觉得 嗯 其实我觉得 嗯 加俊呢 对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像 我们知道说Craftlar都有很多的课程嘛 那其实你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Craftlar所提供的一些课程 就包括哪一些 有啊 其实我们课程广述很多 像我们新推出这几个都是 唱歌啊 跳舞啊 你有讲你要学唱歌 这个疫情人士 最好时间在家里学唱歌 可能他不是叫你唱得很专业比赛 可能是如何在KTV 可以把课唱好就可以了 在朋友面前就讲了 第二就是啊 在可能有烹饪烘焙等等的课程 还有像我们之前 就是可能比较多是手作手写啊 画画插花做肥皂 然后还有侦测输印等等等的课程 都在我们的平台里面 甚至是编织 只要你想得到的所有课程 我们平台都 我们现在平台有接近40多种课程 我们相信明年 我们肯定可以超过150种 不同的心脏课程 提供给我们这里的每个客户 嗯 那其实Craftlar的宗旨就是 手作可以传达温度嘛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疫情 很多人都蛮紧张的这个情况底下 蛮高压的情况底下 你会推荐什么课程来 比较轻松的课程啦 来治愈我们自己 或者是什么课程 其实是现在疫情期下 其实很多人都会比较向往 要去学习的呢 对 可能可以分享一个很好 一个testimony 从我们客户 其实我们一个客户 其实在这段时间 疫情其实他们是蛮焦虑 可能是他工作上面临很大压力 跟甚至是很多 未来的不确定 所以当他来到我们课程的时候 他报名了这个手写课程 所以他透过手写的时候 其实他释放了自己的压力 情绪 让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不会胡思乱想 而是只是专注 想学会把一手笔写好 所以变成其实 我们觉得 无信中我们团队也 也好像帮助一些 可能在这些可能焦虑中 可能是甚至是一些优异 可能在现在大家都可能有一些 优异的状况之下走出来 让他们可以更坚强 去胜过的地方 因为透过这个手作 我相信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可以释放更多负面的情绪 让你更加多focus 把你想做东西 甚至是你会觉得 一个优越馆 当你成功完成了这个作品 你觉得 至少我还是会一些东西 可以在 甚至是可能有机会 可能这是成为我的副业 在未来 不确定这个东西 所以变成其实 无信中我们觉得 我们的平台可以帮助到 这些的学生 我们很感动跟感恩是 不只是在学习 当然你也是可以让这个学习 去释放你自己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情绪 那什么课程是在疫情之下 最多人想要参与的呢 我会建议是手写 因为这次手写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 让自己去抒发 让自己 而且手写好 就是你学了够 未来可以写写卡 送给朋友甚至 因为可能知道 谁疫情会要见面吧 我写了一个东西 很美的一张卡 寄给我朋友 我想你朋友肯定可以看到 你这个温度跟这个 因为你买 我觉得买礼物也不是不好 只是买礼物 由快递送过去 可能那个温度 没有那么够 就是 我收到的礼物 谢谢你 但是 我现在手写手做东西 礼物送给人这段时间 肯定是 最好的不是 他会觉得 至少你还很重视我 我们这样久没有办法见面 但是你还是可以 用心思在这个礼物上面 对 对 就是刚才 现在的时候 我们就有和Paul聊天 他就说其实现在 因为很多人居家 所以特别是居家的课程 很像是有一些提升居家 幸福感的课程 比如说一些香薰 又或者是 这一类型的 可以和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吗 可以 其实我们有一个事 也是蛮包的 就是香薰课程 就是在家做自己蜡烛 放在旁边点燃 所以这个课程 我们也是推出过久 然后也因为这个疫情 今天反应都很不错 因为大家都待家时间太长 现在 基本上我们99%时间待家 所以 大家都会提升 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的生活 然后 我相信 这个课程也是蛮包大 然后未来我们会推出一些 更多好玩有趣 课程就讲 可能我们会提供 你怎样整理好房间 或者是怎样 布置这些房间 让这些房间更加有仪式感 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仪式感 是大家很想要有的时候 因为这样 你在家用餐 你不想那么的平淡 你想要 有仪式感的东西 所以未来我们会推出 这样子的课程 就教给大家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像你们 你们还会去构思讲 说要怎么样去布置 跟整理自己的房间 这样的课程 我老实说 我基本上是暂时没有看过 其实像你们 这样创业的构思 你们的来源 其实来自哪里 其实是 我们就 因为我们自己 就是一个版号学 就我们整个团队 都有很创意的 就我们是个创业品 所以 变成我们 答案第二 我觉得最好 就是我们的客户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 很忠实 每天都会 跟我们讲 其实我们想学的课程是什么 你们出这课程 我一定会买 所以变成 其实无信中我们客户 也是我们的 其中一个的 创意来源 他们会跟我分享 他们想学什么 因为未来我们会 有推出一个 要许愿此地方 让客户去许 许愿他们想学的东西 是什么 所以我们团队 可以帮他们去安排 所以我觉得 做企业就是 当我们跟客户 关系很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无信中节省了很多 可能这些 很想要的 因为你 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客户给你答案 他就是最好的 一个消费者 他就是一个 给你 给你一个很好答案的 对 我想问一下说 像你刚刚讲说 你们craft户里面 有一个许愿词 那目前你看到 最多人 取得愿望 就想要上的课程 是哪一些 其实很多 很多 其实我看到 很多是想学 类似像音乐 甚至想学一些 可能比较 比较在日本风的 手作课程 就可能在 日本文化的课程 又外国 因为这些手作课程 其实是 没有分哪个国家 但是有些国家 手作课程的确是比较好 所以变成我们看到 就是有这样子 类型的这些课程 大家都想学 其实说到线上课程 虽然是很多类型 可能很多人都 有好多东西想要学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们如果是初学者 又或者是手作小白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怎么样 去透过CraftLive 来选择 怎么样的课程 才适合自己呢 就线上课程 其实有没有 阶级之分呢 有 其实目前 我来讲 我平常所推出的 全部都是初学等级 就是只要你有手 你有眼睛 你有脑 你一定可以学会 就连我 这个手作白痴 都可以学会 我是一个年画 直线的人 都画不到的人 但是我欣赏 我都能够学会 所以变成 只要你有心要学 你一定可以学会的 课程都出级 当然我们也是 未来也会 推出一些可能 Avanced Level 像我们 其实已经是 去到Level 2 3的 就是我们会 附和这些学生 可能需要更 Avanced Level 但目前的平台 在推出各种 都是比较 适合出击的 只要 就算你零基础 你也可以 一定可以学会 只要你不放弃 其实我们看到说 我们讲到手作课程 因为可能我们需要的 材料 然后工具 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在疫情底下 又没有办法 外出购物买材料 那其实想问一下说 这个民众如果要开始 课程之前 应该要如何去准备 这些材料 或者是工具呢 对 其实这个东西 不用担心 就其实在我们 第一个疫情MCO的时候 其实我们团队就 为了这些客户去找想 其实我们课程 大概七八十八千 都包括材料包 寄到给他们 就只要你买了 你没理由 你没理由学不会 就是我财包都附送给你 就是你只要买个人 你坐在家里 马上财包寄到家 你就可以学习了 所以变成就是我们 已经把这一块东西 解决掉了 所以变成就是说 当然我们老师 在课程里面 也会教导学生 怎样去自己 用简单方式准备 这可能会 但是我们也包 买一个kickstart 一个packet给他 所以变成就是 你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你是没有理由 可以说 我不想学习了 因为全部东西 准备给你了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可能很多初学者 很像其实我自己 我也是手作初学者 所以其实可能在做的时候 做完的 就把一个手作完成品 做完的时候 那个满足感 可能会很想要 跟一起上课的人分享 那这个其实 Craftfly有没有提供 怎么样的平台 来让这些人 他们可以分享 他们的这个完成品呢 有 其实我们在我们网站里面 我们甚至有个社群group 就是可以给学生 去分享他们自己的完成品 所以变得 我记得那时候之前 刚开始开这个group 就变成一个好像 良性的竞争 在这个主题里面 就是大家会比谁先 这个可能 假如这个可能推出了 谁最快完成 最美作品 最快扣上去 所以变成是一个 好的良性竞争 就觉得 我会想尽快做到 完成这个的东西 先post在上面 一些大家都是要 Instagram全部东西 对 然后我们网站也是一个地方 就可以给学生去post他自己的完成品 在上面 给大家去炫耀 甚至是给大家去 甚至有些很多学生 现在学生自己口味 哇 你是怎样做到这么那么美的 你可以再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一些心得 就是可能学生一些 这些交流就提升了 这样子的东西 对 我觉得从刚刚Paul 整个分享下来的话 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都离不开 现在大家最需要的东西 就是仪式感这件事情 那大家其实想要有仪式感 他其实又能够 学习到某一种的技巧 为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在可能疫情的 这个高压情况底下 是非常需要的 那我们现在先打住 我们资讯回来之后 我们再跟 依然会有话在线上 跟我们聊一聊 关于线上课程的 这个未来发展 会是怎么样呢 等一下再跟你聊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回到了 线上的部分 那刚刚其实我觉得 很有趣的就是 像刚刚话讲说 你们是有那个什么 有个墙壁给你的 你的学生去贴那个照片 他们其实应该是 就是拍照了 然后 upload上去吗 还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很简单 用手机拍照 阿璐在这个照片 在这个群组里面 或者是阿璐在某网站里面 就可以了 好像交 而且甚至是我们鼓励学生 也拍照教 只要你上去 萨命了你的功课过后 你还是可以拿 extra的point 在我们的平台 变成这个point 可以未来在买课程的时候 更加的便宜 所以变成我们也是要提升学生 就是学习完成度 去完成它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一直在推广 那其实我们像刚刚Paul讲的 你就是他有那个point 那个point他们其实可以拿来 就是有一些回扣 那种promotion之类的 这样的东西 point就很像是 其实就等价一次金钱 这样子 就这样 未来买课 跟多课程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point 去减少折扣 扣更多 嗯嗯嗯嗯 像你们讲说 你们有150个的课程 所以你们 其实坦白说 我不了解 就想问一下说 你们是去哪里 会找到这样多的师资 去做 support这些课程 这样子 明白 现在其实我们是 接近10多课程 当然我们将 我们forecast planning 未来是在明年 会推出到150个学生 其实我们的生意模式 就是比较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的话 其实是我们 其实我会说马来西亚 平台上面有的老师 真的很多不缺 我们每一天都收到很多email inquiry 讲你要做我们平台 但是我们团队会经过QC的身 是因为我们是观众相信我们平台 观众相信我们平台 所以我们会经过几个 几个 一方的QC 六张 老师的作品 老师在这个行业多久经验 老师的口才怎样 因为是教课嘛 要口才 老师在解释方面是怎样 正式过这些的审核过后 我们会正式跟老师去弹劾做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变成这个就是一个完善的东西 当然我会说 刚刚你的问题是说 就是怎样的 去cater这样大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的模式 卖课程方式以募资的方式 就是今天我们这课程会正式拍摄的时候 是要筹到30位学生 所以变成这30位学生是用来帮老师去 cover他的那部分的拍摄费用 剩下拍摄费用我们公司会cover 所以这个就是很像这个pre-style模式 就变成今天我们不会怕 这个课程拍的出了过后 是没有学生购买的 所以是确保有的学生过后 我们才推出 所以每个学生买课程至少都要等 差不多是接近一个月三四天的时间 我们三四天的时间去募资 只要达到三十个月的时候 我们课程就会推出 哦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刚刚你讲说要做老师的话 一定要有一些特定符合特定的条件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如果要成为CraftLar线上的老师的话 应该是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 第一个我们看就是教导给一个星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喜欢 就是老师是无私的分享 就是他们会一直想要去教 甚至是不介意花extra 像有些我们老师 他们甚至是有什么样 我们可以特别加拍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学习更容易学会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看中的一个 就是无私的分享 就不会保留的分享的老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答案就是老师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有多久经验 甚至他的完成品是多少 就是他可能 看着他完成品是花多少时间去研究 第三就是这个老师口才 就是比如讲这老师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口才 因为教科 我永远相信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好的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球员 这样你看篮球比赛 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好老师可能 他具备一定是要很好的口才跟教导 可以传达他的信息给他 所以这是这几个门槛 我们会去go through的东西 我们经过审核过后 我们会再做一个survey给我们的comedy跟猪群 就是这个课程我们既然推出在未来 你们会不会有兴趣想上呢 然后我们得到survey后 可能看到你很好反应过 我们就会正式推出这个课程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现在疫情底下 如果可能你们说 整个课程会是以线上 以影片的方式来呈现 但是现在疫情 如果没有办法拍摄的话 那些手作老师 他们可以怎么样去教课呢 所以现在我们目前是先用一些 我们会在FBI前教育大家免费的东西 然后去提供大家去买课程 当然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影响了每一个人 就是没有办法拍摄吧 因为这个疫情关系 所以变得其实我们也是 还好我们课程是pre-sale就是募资方式 所以我们会跟学生家一起 我们会募资这个课程 但是只要疫情关了过后 疫情开回过后 我们会马上拍摄跟追求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平台很多的重视客户跟学生 其实他们都很运气等 所以变得我们其实还是平台 当然我们平台还是有很多已经是派好的课程 他们也会去上一些可能派好的课程这样子 嗯明白 好 那现在如果正在观看这个直播的朋友们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那如果其实你们对于说 手作线上手作课程有兴趣 刚刚Paul在节目分享了那么多课程 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号呢 你其实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去查询 然后找一找哪一个手作课程 才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然后可以报名参加 好 我们这里还有时间 嗯 好 那Paul 像刚刚就讲说老师的部分嘛 就是有一些 有些 criteria这样子 那其实你们 你们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 可能一些 突发状况 special case 这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是有些有趣的经验这样子 你的突发状况是说在老师那一块吗 老师或者学生那一块 就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一些学生做出来的那个 有人真的是很难学会的吗 其实 对 我不会想说很难学 但是有些人真 我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一个蛋糕做装饰课程 就是那个蛋糕课程 它出来的成品真的是没那么好看 但是老师才会鼓励 他说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当初一开始 就是我们可能 看蛋糕的时候就觉得 这么差那么多的 但是它还是完成了 没办法 但是我们老师会鼓励说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些学生的确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上手 但是我觉得 everything is practical is made perfect 老师会给他们鼓励讲 你不断尝试 你一直在try 我相信你会进步的 但真的有时候 有些作品 真的是一开始出的时候 真的是没那么好看 因为是新手 但是他们觉得好的点是 这个人可能平时 以前是完全做不好的东西 但今天他可以完成一个东西出来 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个主意管 他就觉得是已经很满足了 就可能不是完美 对 至少他想要去学习的那个心态 在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先回来节目这里 优化城市的质感 神话生活的质量 我们看到线上课程 其实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啊 那尤其是现在CraftLA推出的 线上手作平台 其实是能够让更多 想要学手作的朋友 在现在这个疫情底下 没有办法学 但是可以转为线上学啊 那线上课程 其实如果是未来趋势的话 其实CraftLA 未来你们会怎么样去提升 整个课程的学习体验 让整个线上的教学 更大的丰富多元化呢 就像我刚才分享 其实我们未来会推出 就是更完善的一些 Classroom 就是让学生不只在里面学习 而且是可以交流 认识到朋友 就很像是一个社交媒体 未来 就找到同样兴趣的朋友 这个是我们会团队在 研发跟想的 我们要讲的去推出 提升体验更多 然后第二是我们透过一些 未来科技比较多的东西 都像透过AI 透过MRVR的东西 去提升整个学习体验 这是我们团队 一直也都在计划跟想着 就是我们想要把学习体验 提升到那个level 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疫情 可能在未来 两三个月 可能没那么快过去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要讲把现实体验 提升到那个level 这是我们一直团队 一直逐步在去想 但第二也是透过 课程里面的创意 去把课程的整个SOP 做得更好 让学生更有利的 去吸收跟学习 那在技术方面 其实有想过 加入什么样的元素吗 刚刚你提到 那些AI的方式 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 其实我们也有 已经在策划 这个做的 就是一个叫Motion AI的东西 是透过这Motion AI 就是你可以 可能看到 就好像你以前做这个运动 你这个运动的知识 是对不对 你可以用镜头拍摄 它会有一些的 可能一个机器 会guide你 可能跟着这几个知识 它会跟你讲 正确知识这样子的东西 但目前我们还在做 研发阶段 是因为我们看 这个东西到底是 多么的被 我们的客户接受到 是不是我们给它 他们会用 不然的话 我们所花时间 开发的 但是没人用 就变成是浪费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变成我们未来是想到 其实我们的团队 一直都在project着 未来我们的学习方式 跟体验是怎样 就可能未来 我们是带着一个VR的方式 就带现场的方式学习 或是MR mix ready 就是我们可能有真实的配一些 像今天我们看电影 Tony Stark 这样子 Iron Man 这样子的方式去学习 这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 我们也是有 Grounders几个男生 创一起成立的嘛 我们男生 像我 partner 就是CTO 是一个很厉害 tech的人 所以变成我们都会在幻想 尤其是未来的学习的方式 是应该怎样 会不会是像Iron Man电影那样 哇 Tony Stark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变成我们也想要 把这东西提升到这样子 变成大家 在学习上的质感 可以做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些的想法 我们相信未来是有机会 可以达到的 这些东西是 透过科技 是肯定可以做到 就连现在飞去乐趣 火星都可以的 没什么东西是做不到的 真的好创意 你们的整个想法 天马行空 我觉得还蛮棒的 就是有突破原本的框架 但是我想问是说 刚刚Paul有讲说 讲到AI这一块 那AI这一块 你们的灵感 其实来自哪里 像国外的话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AI的线上课程 目前的话是比较少 通常在AI都会用在 比较多运动的地方 但是我们想要把它加入在 可能编织 煮饭 烹饪等等 例如讲 可能你在编织的时候 你的手势 是对不对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我会讲 这些AI通常他们是用来 帮助你在可能一些领域上 例如讲可能是一些 医疗的科技上 但是我们想要把它 想运用在这个课程里面 就我们会去想 圈子以外的东西 就是我们只能可以去做到 当然这东西只是一个想法 能做到没有 我们还是要去正式 做得够市场 多少人会接受 我们还是要去try一个东西 所以that's why 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 跟我们是一个startup 我们常常接受很多美国 很好的一些 事故的新创公司 所以我们很知道 其实要讲得去 break beyond that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做一些 可能 别人没有做的东西 这是我们一直很想要去做的东西 就是把学习体验 把教育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的初衷 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做的东西 其实我们看到说 来家俊 对 想问一下说 就是这样 那未来 因为现在你们是走线上 因为现在 那现在疫情也蛮严重的 那就是当疫情过去了之后 你们会有计划 往线下 就是两边同步进行 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计划其实会往这个 答应O为O 我想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趋势 是因为 线上可能是低层教学 线下可能是一个comity交流 我们未来可能会做 就是开发过 可能是线上和线下一起配合 就是例如讲 你在线上上课后 可能我们一个月一次 你可以来线下跟老师一起交流 就你们不只是来学 你们只是来 好像变成一个朋友 一起大家一起 分享知识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变成不只是在线上 线下的活动 就很像是一个见面会 然后线上就是真实的学习 这是我们想做 可能未来我们会 就是会知道 可能是可以同步 Live学习 就是学生可以约好时间 一起去上课 然后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跟你在一起上课 学生有谁 你可以在聊天这样子 所以可以约好 一起上课这种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我们团队在想 可能甚至是在研发的东西 就让整个东西更好 因为我们预计会在明年 推出我们的整个APP 我们的app 所以会更加的 更加的很有兴趣 在学习上面 其实我们喜欢 Paul刚才分享的 就是说把线上课程 结合更多的一些科技 比如说AI科技 实施动态的这些科技 来让整个学习体验 提升的更好 那其实我们来看 我当然是希望这些科技 可以运用在马来西亚的 这些线上课程上面 但是其实如果马来西亚的 手作艺术家的这个领域 和其他国家比较 就好像一些欧美国家 日本啊 台湾等等 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这些手作企业 都是在这些国家 比较蓬勃发展的 政府也很支持他们的 这些领域的 那其实我认为 我自己是觉得 本地其实有很多 很好的艺术家 手作匠人 但是其实 都是比较少被重视的 我觉得尤其是 在现在的这个疫情底下 就想问说Paul 你认为其实政府 可以怎么样 有一些对策 又或者是 帮助来推广 本地的这些艺术领域 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 这些比较新型的线上 加入线上有科技的 一些结合 你觉得政府 可以怎么样去帮助 这个平台呢 明白 其实我觉得 最好改变一个东西 就是从教育开始 从小开始 我觉得政府应该 把这一块的东西 这些线上课程 跟我们的平台合作 把这些课程 提供在小学 中学 甚至大学的 Cityburst里面 让他们去 从小就接触 我相信是一个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抓到一点就是 今天可能你看起来 那个手作 它其实不会很难吧 但是当你自己 下手去做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 辛苦跟难度 是不简单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改变 整个国家 比起四年前 三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 整个的氛围 也是好了很多 没有像三年前 我开始的时候 那么糟糕 已经是在进步了 但是我觉得 我更快的进化 政府需要把 这一块的东西 加入在 从小教育里面 所以让你 从小灌输 学会这些手作 跟extra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 也可以刺激你 更多在创意上 跟幼脑上面的发展 所以让你在 甚至你在长大过 你很appreciate的东西 是因为你知道 这东西很难做 很辛苦 我自己做过 我通过 我知道这些人不简单 他们是从万中 可能特别推出一个 题材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 从教育那边 开始着手 我觉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明白 在节目的最后 想要问一下Paul 就是讲说 如果这样你遇见 20年后的Craft Lab 那你预想中的 20年后的Craft Lab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相信 我们不只是做一个 像我们是一个 很完善的创意 creative的ecosystem 就可能里面 包括了很多东西 但是只要你今天 想要创意的东西 都会来想要Craft Lab 例如讲里面 可能到时候未来 会有卖 可能材料的东西 可能又有售卖一些 可能老师 艺术家的产品 等等 或者甚至不同的领域 我们要做就是 创意领域这一块的 全部东西 都是在Craft Lab 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你今天想要灵感 想要inspiring 你可以come toCraft Lab 找我们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Craft Lab 未来 可能现在可能是 我们其中一个广大 但是未来我们手作 更大 我们相信 我们将会成为 一个很大的一个 在创意这一块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旗子 去影响 大家未来的整个生活质量 因为我们相信 只要把创意 带到每一个人生活里面 你的生活会更加精彩 不会那么沉闷 对 其实从把传统的手作课程 搬到线上 已经是一个 蛮大的突破了 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看 其实我蛮喜欢 Paul对于Craft Lab 整个概念 就是说 把很多 其实一开始 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其实手作课程 也可以搬去线上 把不可能 也变成可能 当然也是希望 未来可以看到 更多的这些手作课程 可以在线上蓬勃发展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Paul 和我们分享的这些东西 谢谢Paul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时间 好 我们回来FB Live的部分了 对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FB Live的部分 那其实刚刚Paul你讲说 除了AI之外 其实我对你们的整个未来方向还蛮感兴趣的 除了AI之外 你们其实还有什么样的天马星空的想法 可以搞 有 其实我是想做一些VR跟MR的东西 就是Mixed Reality的东西 就是 因为现在你看很多人玩游戏都一直玩到 可以好像3D真实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一直想要把很多gamingification 把很多游戏的东西加入在学习里面 因为我们觉得要让学习好玩 就是要gamingification 就是让它可以很像是玩游戏那样去学习 所以我们一直在置入很多的游戏的想法在里面 去让整个学习也更加提升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未来我们整个APP是很像一个游戏 你要过关 你要登录 可以拿到point 然后你要achieve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游戏的人 跟我们拍了什么都很爱科技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想要只要把这东西加入在这个艺术里面 这个手作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我们这几个founder 都不是是很欣赏手作 但是我们完全是做包手作 我们对手作的天分是零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市场就像一个平衡 你每个人第一领域不一样的人才凑在一起 可以说出不一样的火花 所以我们就会去想一讲 我们在想一讲可以让学习更好玩 更加的像玩游戏那样 所以我们一直去提升整个的东西 对其实创意行业真的是很多无限可能了 那我们也希望如果在现在这个疫情底下 你真的是待在家觉得 哇没事做的话 其实真的是可以去到craftla的平台上 看一看有什么课程是适合你自己在现在这个时候增值自己的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craftla的Paul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非常谢谢你Paul 你谢谢你邀请 谢谢你 好 那我们的直播可以到这里结束了